鼠灵人 卷三魂第三章 鼠魂生活的危害 弥陀生 魂生命的表显 我们从前已经说过魂的表显是如何的了 现在让我总结地说一句 就是魂生命的表显可以顶宽泛地分为四类 一就是用自己的天然能力 二自用 刚愎 不顺服神 三 自作聪明 有顶多的意见和打算 四 要求感觉上的属灵精力 这是因为一魂的生命自己就是天然的能力 而魂的机关是分为二意志 三心思和四情感 因为魂的主要部分就是心思 情感和意志 所以有许多的基督徒虽然他们都是属魂的 然而他们的经历却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有的是偏于心思这一方面 有的是偏于情感这一方面 有的是偏于意志这一方面 这几方面的生活乃是完全不同的 然而这几方面都是属魂的生活 也许有的信徒自己是偏于心思的 却能看出偏于情感者的属魂 而同时偏于情感的 却要看出偏于心思者的属魂 其实二人彼此都是属魂的 所以信徒最要紧的 还是将从神得来的亮光 以照明自己的实在情形 好教真理释放我们自由更好 不要以新的知识作为批评人的程度 如果神的儿女肯以神的亮光 作为照明自己之用 今日神儿女的灵命 就必定不止如此 心思的寻求 接受传扬真理 乃是属魂的大表示 最属灵的经历 最高深的真理 都不过变为培养心思之用 生命并非绝对的不受影响 不过要叫心思的这饱满 乃是最初的目的 当信徒属魂 而为心思所支配时 他们的心思满有灵性的嗜好 他们已靠自己的思想 过于神的启示 他们用心思所打算的 多于祷告和依赖神 最被信徒误会为属灵的经历的 就是情感 一个属魂而偏于情感的信徒 在他的生命中总是寻求感觉 他们要在心头或身体觉观上 觉得神的同在 觉得有爱火烧 觉得快乐 觉得灵性高 觉得工作是顺利的 实在属灵的信徒 有时也是有这样的感觉的 不过他并不是倚靠这样的感觉而进前 而欢喜 属情感的信徒 当他有这种的感觉时 才能侍奉主 当他没有这种的感觉时 他就一步步前 意志乃是属魂生命的普通表显 意志就是人的自主机关 属魂的信徒就是极意志以自己为一切思想 话语 形式 生活的中心点 他所要明白的是为自己 他所要的感觉是为叫自己享受 他所做的工 乃是照着自己的计划 他行为的目的是要荣耀自己 他的中心点就是自己 我们已经看见了 在圣经里如何将魂字译为活物和动物 而原文这字的意思 如何乃是动物的性命 这个教我们明白魂生命的表显到底是如何 一个属魂信徒的生活和工作 我们可以用一句最合适的话语来表明 就是不过都是动物的活动或动物的活泼而已 打算多工作多心思忙情感乱全人内外都是纷扰不安静 情感起时 自然全人别的部分也都随之而奋发 情感落实 虽然在感觉上是冷静了许多 然而在心思里 在自己的意思里 尚是仍旧纷纭 属魂的信徒 他们生活就是中日活动 不是身体活动 就是心思情感活动 这样的生命不过是充满有动物的活泼的生命 去神属灵的生命 做一切的主 上差的甚远 总括来说 魂的工作就是叫信徒靠着天然的生命活着 靠着自己的能力 随着自己的意思而做工 而侍奉神 寻求感觉上的认识主 亲近主 觉得主的同在 同心思的能力 以明白神的道 以打算 以计划 以推想 若一个信徒 没有的这神将自己启示给他 而他就是这样的 借着他受造的生命的能力 来侍奉神 来做神的工 他就要叫自己受灵性上最大的损失 而他所做的缺乏真实属灵的果子 信徒必须蒙圣灵启示 叫他知道他如此的用受造动物的力 来叫神喜悦 来做灵工 在神的面前乃是最可修残的 我们看见一个满有雄心的小孩子 自信自诩 自以为洋洋自得时 如何为之修残 神看我们动物的活动也是一样的 愿我们多有灰尘中的精力 过于在人家面前居首位 信徒的愚昧 许多的信徒 不能看出鼠魂精力的害处 他们以为犯罪 行那属乎肉体的事 灵性受了污秽 才真是应当拒绝的 应当弃除的 魂的生命 乃是世人所共有的生命 凡为动物的 都有这个生命 我们若靠着这个生命来生活 岂非很应当的吗 我们并非犯罪 不过乃是靠着天然的生命活着 这有什么错处呢 许多的信徒 若徒在心思里受教 就无论他反对或是赞成 这圣经的教训 在他的心里 总是看不见 魂生命应当拒绝的理由 例如 他若是犯神的律法得罪神 那就真是不应当 他现在乃是尽他的力量行善 启发他本来所有的善德 这为什么不可呢 他现在乃是热切做神的功夫 虽然不是依靠神的力量 但是 所做的总是神的工作 也许有许多不是神 为他所定的旨意 然而 他所做的并非罪恶 乃是最美好的 这些有什么过犯呢 神迹将许多的恩赐和天才赐给我 为什么不可借着这些而工作呢 当做工时 岂非我利用我才干的时候吗 没有才干的人 自然不必说 有的岂非好机会拿出来用吗 并且从前不留心神的话语 自然是错了 难道现在用心思极力搜求圣经的意义 也是错的吗 难道在读圣经里 也有罪恶吗 许多的真道 我现在都不明白 如果不用心思脑想来研究 岂非要等到好久才有明白的机会吗 神赐心思 岂非给我们用的吗 我们用思想来打算计划神的事工 并非犯罪 都是为着神的缘故 这怎么不可呢 并且寻求觉得神的同在 也是出于集成心的 我的生命枯干 我的工作没有趣味 神在许多的时候 叫我觉得主耶稣的爱 叫我在心里头 好像有暖火在那里烧 叫我觉得非常之快乐 觉得他是和我同在的 好像我能摸得到一般 这岂不是灵命的高点吗 我在许多的时候 失去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我生命非常之枯燥 乏味 冷淡 平庸 当此时 我诚心羡慕 追求 祷告 要再得着那样的感觉 难道也是错的吗 这是许多的信徒 在心中所要说的 他们不能分别 什么是属乎灵的 什么是属魂的 他们还没有亲自得着圣灵启示 叫他们知道他天然生命的可恶 他们必须多在神的面前 多愿意受教 求圣灵启示 给他看 自己天然良善的生命中 许多可恶的地方 这个必须诚实 必须谦卑 也必须愿意除去圣灵所指示 叫他除去的 这样在合适的时候 圣灵就必定指示 给他看 他自己天然的生命 到底是如何败坏的 圣灵要叫他明白 他所有的工作和生活 不过都是以自己为中心 为主动 并非以他做一切的主 他所有的善 都是靠自己行的 其中有不少 都是为着自己的荣耀的 他所做的工 都非寻求神的旨意 都非愿意顺服神 照着神的引导 而靠着神的能力 行为出来的 不过是照着自己的意思 一味孤行 所有在外面的祷告 和寻求神旨 都是虚假的 他虽然利用神 所赐给他的恩赐 然而他却专心想念 夸奖自己所得的恩赐 却将赐恩赐的主 放在一边 他虽然有许多的恩赐 然而他乃是使用这些恩赐的人 赐恩赐的主的意思 反倒不是他所顾念的 他虽然热惜爱慕主的道 然而不肯等候神的时候 要求圣灵启示给他明白 乃是徒要寻求知识 以较心思的欲望 得以宝马而已 他虽然寻求神的同在 要在感觉上觉得 主的慈爱和亲近 然而这并非为着主 不过要叫自己快活而已 并非亲爱主 乃是亲爱那个感觉 因为那个感觉 会叫他觉得滋润 觉得快乐 觉得三层天的荣耀 他所有的生活和工作 不过都是以自己为中心 盼望叫自己得着快乐而已 乃是当圣灵如此的启示信徒 叫他知道他自己 生命的可恨物之后 信徒才明白 他从前紧握着 他自己浑生命的鱼丸 这样的启示 并非一下子的 乃是逐渐的 非一次而已的 乃多次的 当圣灵首次以亮光 照耀信徒时 他就要在亮光中懊悔 自愿将魂的生命交于死地 但是 人心是最诡诈的 所以 过了一时 也许没有几日 信徒自信的心 自爱的心 自愚的心 又重新恢复了 所以 这样的启示 乃是不时都有的 吼叫信徒愿意舍弃 他魂的生命 但是最可怜的 就是自动的在这几件事上 顺服主的 有主的眼光的 真是绝无仅有 总是等圣灵 允许信徒有无数的失败 经过不少的羞辱 信徒才肯舍弃 他的魂生命 但是就是愿意了 这愿意是何等的不完全 又是何等的容易改变呢 信徒应当处取愚昧 应当取神的眼光 以为我们的生命 真是不会叫神喜悦的 应当毫无畏缩的心 让圣灵将魂生命不堪的地方 一一显明出来 我们应当用信心 相信神对于我们生命的估价 并愿意等候圣灵 将在圣经上 启示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看 这样 他才能领导我们 到脱离魂生命的路上来 信徒属魂的危险 信徒没有达到 或者是不愿意达到 神所要他们达到的 他们都难免有危险 神的目的 乃是要信徒们活在灵中 而不活在魂或体中间 信徒若不是生活在灵里面 他就要受亏 这样的危险 最少有三 一灵受压制的危险 圣灵所有的工作 都是在人灵里面做的 神做工的秩序 乃是先运行在人的灵里 然后以亮光照耀与心思 魂里 再后就从体实行出来 这秩序 乃是最要紧的 信徒既然由灵得生 就应当借着灵行事 这样 才能明白神的旨意 与圣灵同工 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计谋 信徒的灵 本来应当非常的活泼 信徒应当知道 如何随从灵的活动 而不消灭他的动作 好让圣灵借着他 做出他的功夫来 圣灵需要人灵的同工 他才能叫信徒 在每日的平常生活里 都是得胜的 都是预备好 能够待命即发的做工 不久 我们就说到灵的问题 但是 多少信徒并不明白灵的工作 不能分别什么是属灵的 什么是属魂的 有时凡以属灵的当作属魂的 属魂的当作属灵的 因此 就多多即用魂的能力以生活 以做工 而反压制灵的生命 他们顺着魂而行 却以为自己乃是顺着灵而行 这样的愚昧 就叫他的灵 不能与圣灵同工 因此 就停止了圣灵 在他身上所能有的工作 信徒活在魂里面时 他就时常随着心思的思想 想象 愁算 意想而行 他就追求所有喜乐的感觉 随着感觉而行 这样的结果 就是他若时常有感觉上的经历 就会喜乐 他若没有 好像就受了压制 连匍匐都不能一般 因此 就叫他不活在他灵的生命中 而活于感觉里面 随着感觉而改变其生活 这就是说 信徒不再从他里面的中心点 灵 而行事为人 乃是被吸引而生活在外面 魂和体的感觉中 这样灵的知觉 就被体和魂所胜过 叫信徒对于灵的知觉 变成非常的麻木 以致信徒的知觉 都是在魂中或体中觉得 就失去灵真正对神的知觉了 这样 灵与神的同工就要失去 灵生命的长大 就受压阻 灵就不能工作 以叫信徒逮着能力 引导去征战和敬拜 如果灵不是完全自由在人里面掌权 人如果不是挤引他的能力 以生活在世 让他做一切的主 他就不能长大成人 本来灵的知觉 乃是最细嫩的 人若非学习如何跟从 审知 已不能觉 何况加之外面 粗强魂生命感觉的搅扰呢 伯特魂的感觉 会混乱了灵的知觉 并且是会压制他的 二 退后入体的境界的危险 在加拉泰武章里 他们所看见的肉体的是 有许多自然是人体所发出来的词语 但是也有不少乃是魂的工作 结党 纷争 宗派 二室 等等 明是人魂 就是人格 理所发出来的 就是因为信徒有许多不同的思想和意见 所以生出这些事来 但是我们所要注意的 就是这些魂的作用 乃是与奸淫 邪当 醉酒 荒焰 污秽等体的最同列的 这个就提醒我们 魂与体 乃是如何深深相联合的 实在说来 魂与体是没有分开的可能 因为现今我们所有的身体 就是属魂的身体 临前十五四十四 所以 信徒如果只求能够胜过他罪恶的性情 而不求胜过他天然的生命 虽然他可以有一时胜罪的经历 不久 他就要又坠入身体和罪的范围里了 自然他或者不会再犯那些污秽的罪 但是罪这一字 总是他所脱不了的 我们应当知道 十字架乃是神对待救灶的地方和法子 十字架并不适合我们讲剑术多少的 它乃是将整个的救灶 完全都在上面对付的 信徒不能来到十字架的地方 来接受待死的救恩 而不接受同死的拯救 你一次用信心接受了主做你的救主 就不论你所明白的 只是待死一方面 或者更多 他的圣灵就在你里面 借着新生命一直做工 叫你天然的恨罪 指引你向追求同死经历的那一方面而去 你如果一直抵挡这新生命的欲望 就虽然你不至于失去生命 但是享受那生命的福乐救恩的快乐 已经失去了 照样 你若知道十字架拯救的能力 叫你能胜过罪恶的性情 圣灵又是借着十字架 一直指引你往前走 去追求胜过天然生命的经历 十字架是不肯做片段的工就停止的 十字架不肯停止他的工作 他乃是一次做工 胜过一次 如果就造没有完全 在经历上 定死 十字架就断不肯半途而废 他的目标是完全败坏那属乎亚当的 神的儿女如果蒙恩有脱离罪的经历了 而再不进前追求胜过天然的生命 而一味地生活在魂的生命中 他就要看见魂又与体联合起来 带领他退后 叫他又犯他从前所已经一次脱离的罪 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如果十字架不是在我们里面做更深的功夫 就不久他所以做的 就要变成未做 这告诉我们 所以许多信徒已经一时有脱离罪的经历 而后又复堕落的原因 如果救灶的生命尚在 他不久就要与救灶的性情联合 三 黑暗权势利用的危险 雅各的书乃是对信徒说的 在三章十四至十五节里 将魂生命与撒旦工作的关系 说得很清楚 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 就不可自夸 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 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 乃是属地的 属魂的 属鬼魔的 我们再次看见有一种的智慧 乃是从撒旦来的 这样的智慧也是从人的魂出来的 这叫我们断定说 这样的智慧 乃是撒旦在人的魂里工作的结果 这是很明白的 肉体是魔鬼的工厂 然而 魔鬼在魂部分里的工作 并不亚于他在体里的工作 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 因寻求知识的缘故 而发生的嫉妒和纷争 乃是因为鬼魔在人魂生命里做工所发生的 信徒只知道仇敌能引诱人犯罪 却不知道他也能以思想给人 人类的堕落 就是爱知识 爱智慧 现今撒旦上是利用这个 叫信徒留着他的魂生命 为他工作的机关 撒旦的计划 就是要保守信徒的救灶越多越好 如果他不能叫信徒保守他的罪 他就利用信徒的愚昧和不愿意 来保守信徒天然的生命 否则 阴府的军兵不久快要失业了 信徒若越在灵中与主联合 圣灵的生命越流通入他的灵里 而十字架天天做更深的工作 信徒就要越脱离旧造 而魔鬼也少有工作的地方了 我们应当知道 撒旦所有引诱 攻击以及他一切的工作 都是在我们的救灶里 我们的心造 乃是神自己的生命 他绝不费神来做工 所以他必须设法 叫信徒存留一点的救灶 无论是罪或是美好的天然生命 给他借着做工 所以仇敌层层与信徒为难 迷惑信徒叫他虽然已经恨恶罪恶了 却爱惜自己的生命 当信徒还做罪人的时候 他乃是随着肉体 这是指着和身体发生特别关系的罪 核心中 这是指魂的生命 所喜好的去刑 福尔三 但是上一节告诉我们说 此二者都是受邪灵的运行 我们的目的是要信徒明白 不只是身体 乃是撒旦工作的地方 魂也是是仇敌所喜欢的 信徒布特蒙拯救脱离他的罪 并且也当脱离他的天然生命 乃是我们现在所注重的 哦 圣灵开我们的眼目 叫我们知道这不得紧要 如果信徒一层一层脱离了罪的能力和魂的生命 仇敌的工作就要大大的失败 就是因为信徒属魂 不知道如何保卫他自己的心思 所以邪灵最容易利用人的天然智慧 以成功他的计谋 他们很容易地在无意中以误会 成见放在人的心思里面 叫人对于神的真理 对于人的诚实 都发生了问题 圣灵在里面的工作 也不知道受了人自己心思 被邪灵所占用的拦阻多大 虽然存心也许是不错了 但是心意被心思所卖了 这些美好的理想和世人的鱼丸是一样的阻挡 圣灵的工作 邪灵的工作还不止此 有时邪灵可以将异象或别的奇妙思想给信徒 叫他以为这既是超然的 就必是属神的 而受最深的迷惑 魂的生命未交于死之先 信徒的心思总难免好奇 有要抓搜求的现象 所以邪灵才有做工的机会 信徒魂生命的情感部分 也是最会受仇敌催促做工的 因为信徒贪求喜乐的感觉 羡慕在感觉上觉得圣灵 觉得主耶稣的爱 觉得神的同在 所以邪灵就叫信徒有许多奇异的感觉 兴奋他天然的生命 叫他就是在身体的觉观 也是有许多奇异的经历 因此就叫圣灵微小的声音 人灵细嫩的直觉 都受压制而不得做工 这些问题 主若愿意 我们要在本书后来详论 信徒如果还未取缔 他魂的生命 在灵战里面 他就要受大亏损 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里 我们看见 不爱惜魂生命以至于死 乃是得胜魔鬼的一个大条件 自爱自怜的心 必须交给十字架 不然就要在仇敌面前失败 就是因为基督的士兵 时常有一种体贴 爱惜交其于他自己的生命 就叫他失去胜利 因为这样的心 叫信徒顾念自己 退私自己 而被仇敌所撤走 仇敌若能叫信徒 充满了为自己挂虑的心 就能时常得胜 无论我们在什么事物上 有所顾惜 都是向仇敌示弱 魂的生命 必须交给死 我们才有圣敌的可能 撒旦可以借着 未受取缔的魂做工 也可以直接攻击 未经过十字架的魂 叫信徒失败 魂生命 是仇敌在我们里面的内应 如果信徒利用他为人的力量 而不脱离魂生命的支配 这个就要受敌以泄 无论信徒如何明白真理 如何热心征战 魂总是危险点 最苦的 就是当一位信徒变成鼠灵时 他鼠魂的部分更难于侦查 魂的成分越少 取缔的法子越难 在许多的时候 在鼠灵的生活中 只砸了一点的鼠魂表示 几乎叫人见察不来 有时在鼠魂和鼠灵之间 好像并无些微的分别 信徒若非警醒 以抵挡魔鬼 就要因着他魂生命而大失败 信徒鼠魂生命受魔鬼的工作 而被他欺骗或是平复的 乃是出于信徒平日的意料之外 但是在此 我们只能提出警告 就是神的定规 乃是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性情 凡是从亚当接受的 都应当拒绝 我们若非顺从神 总是危险的